粮食赶忙掉头先运给这个地区 为了更科学的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 有关部门还请来数学家华罗庚演算合理运输的方法 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 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们 也许还记得每日为自家口粮所担的忧虑 但是谁又知道 每天为调运这些保证全国人民 这个大家庭生活所必须的粮食 李先念所花费的心血 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些日子里他是穷人过年 每一天都是他的年关 由于粮食库存不足 缺粮地区分布又不平衡 李先念根据我国幅员广阔 南北方收获季节不同 提出了以早即晚 以晚即早的季节性调剂 夏秋将南方收获较早的水稻等调剂到东北 冬春季节再把东北晚熟的玉米等调剂给南方缺粮地区 有些地区的负责人对此不理解 说八月调走五月要 五月调走八月要 运来运去是个浪费 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强调 粮食调运各省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调动 为了缓和城乡关系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陈云李先念商量后找来粮食部长陈国栋 让他起草一个报告 进口粮食 这在当时是个惊天的大事 国栋梁就回来 说他在新年陈云同志那儿开外 决定要进口粮食 这个事真的要进入 在他把牧师关了两天 研究起草 我们的研究起草 到最后 这个 都是手写的 不通过打字 这个 这个 为了保密 保密 保密 包括写的也有 习送给新年 送给陈云子 他们的经过重力 转报回毛主席 毛主席批证了 他这个意见 那也是很大胆的 过去咱们一天来讲 我们这个 一个是我们有外带 第二个我们粮食不进口 都是自欺自足 拿这个很自豪的 过去垂天粮食 就是进出差不多 出大于进了 所以他这个疫情 也是破底荒 也破底死了 所以后来 这个 周总理 毛主席都很赞赏 陈云同志 请他特别高兴 说这个 新年同志 这个疫情 听得好啊 为了使进口粮食 及时卸货 最快地运到 急需的地区 中央成立了 进口粮食 领导小组 李先念任组长 国外进口 国外进口的粮食 很快运到了港口 为了及时抢运 救命粮 有关部门 没有租用货轮 租用的是价格便宜的 油轮 因为油轮的仓口窄小 又是散装 因此从轮船上 迅速地卸下粮食 又成了问题 当时呢 西方呢 有人就讲 这样的船 装着粮食 到了共产党中国 他们到了马车上 都拿不上来 因为当时 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器 国外呢 就是用那个管子 用空气抽上来 我当时我在 粮食部科学研究院 就组织了一个 专题组 一起日以继夜的 高时机 最后呢 就是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把图子都赶出来了 1961年5月 李先念就粮食问题 给毛泽东写信说 43亿斤进口粮食 已经基本运到 但是1961年到1962年 粮食亏空 仍然有一百五十亿斤 他提出 保持粮食争购 计划不变 和减少城市人口 两个方案 他说 反复考虑 还是两粒相权 取其重 两害相权 取其轻 还是把调动农民积极性 发展农业生产 放在第一位 这委婉的措辞 却表达了 他鲜明的态度 他知道 可爱的农民兄弟 为了保证粮食的争购 已经大大压低了口粮 吃饭 瓜菜带了 再不爱护 他们的积极性 农业的发展 就是一句空话 他相信 只要农业搞上去 有了粮食 原料 工业 才能搞上去 当年这些老百姓 命根子一样的粮票 今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 他附在着共和国 那段难忘的岁月 和从领导者到平民 在艰难创业中 仍旧高举着旗帜的精神 却被历史所记忆 对这个收藏领化 觉得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呢 毕竟是60年生人 对我们来说 对过去呢 它一定是一段故事 也是一段历史 但两边的背后呢 都有一个故事 1960年8月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 要求全党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 1961年1月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的方针 从此 我国经济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 这个情况下 经济怎能怎么整整 脱火口 先是财政整整 这才好 财政金融整整 财政 已经失控 已经 已经 空腹了局面 财政混乱了 这个怎么搞呢 部分物价上涨 商品严重不足 供求差额过大等问题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非常强调经济决定财政 经济和财政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基础 1964年 调整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国民经济出现了健康发展的势头 周恩来在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第一次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先年同志当财政部长的时候 正是我们国家国民经济恢复 调整的时期 所以当年困难很多 财力有限 所以这个穷家难当